真的效果 所以 斯里兰卡 我看看佛教 大概在今天 真的 应该排名在第一了 其他地方 这么多的道场 死于 而且法师都在研究尽教 都在讲学 星际天 我亲眼看到 这么多的学生 小学生 排着队 在接受佛教的扩折 这太稀有了 我跟总统见面 教育部长见面 我们谈了很久 非常融洽 总统平易惊人 一见如故 告诉我这边情形 我万万没想到 斯里兰卡的学生 从上小学到大学 毕业 全是国家负担 承担 所以他们国家的财政支出 教育 在我们中国古代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中国古代 历朝历代 也都是把教育 排在第一 我们看到行政组织 宰相底下 古时候 社会没这么复杂 他只有六个部 离部 就是属于教育部 教育部 在六个部里面 排名第一 首相 有事情不能够 适思 使 教育部长代替 有这么一个规定 所以对教育 非常重视 也等于说是 全国家 为什么服务呢 为教育服务 特别是 为下一代服务 所以他代代都好 人教好了 好人做好事 你说这个社会 多幸福 多货席 多美满 全靠教育 今天我们在 斯里兰卡看到 我们从内心的佩服 说这一次 我们有缘 佛菩萨安排 我们有缘 到这个地方来 到这来学习 到这边来参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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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